哎呀呀去 我是不是继续努力要 继续叫我 妈 哎 来了来了来了 孩子 啥事叫妈快说 不是 你看这起啥哄啊 人家没叫你 叫那个妈呢 哎呦 他坚一 你啥时候来的呀 姐姐 太好了太好了 姜姐你也来了 早就来了 我说老范的 你说家里来客人了 咱不早点把我叫出来你 把你叫上来 能解决啥问题呀 啊 还解决问题 什么事 妈妈 你坐这 哦 哦 哦 真回事 就是往往往 我管他叫嫂子 往往叫哥哥 他不干了 然后那个刚才管他叫妈 他同意了 但是他不承认 刚才爸是他爸 那能承认吗 我听明白了 你们这三个老爷们 是挖个坑 让这女同志往里跳啊 啊 我说他就一样 你放心 我不会管你叫嫂子的 哎 从此以后啊 我管你叫妹妹 姐姐 太好了 妹妹 哎 妹妹 哎 妹妹 哎 哎 妹夫 哎 你看我妹子 答应的甜不甜 姐姐你到底是哪头的呀你啊 哎呀 妹子 其实你们俩呀挺般配的 这夫妻呀你说互敬互爱 那那你咋就不承认你俩是一对呢 网友俏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有多眼跟我走多远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讨厌 我说姑娘你傻呀 家里来客人了 你超八户的 你喊啥呀 赵叔 金姨 妈 你不知道 网友俏的平常呢 就跟我黏黏糊糊的贼烦人 哎 他刚才的更过分你知道吗 当着小区那么多人的面 冲着我就使劲喊 小米烈 我爱你 嫁给我吧 讨厌不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讨厌你 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我告诉你们 男人就得拿着起放的下 心中有爱就得大声说出来 不像有的男人 从来不敢跟他心爱的人表达爱慕 还得找人替他来摸底 爸 爸 我怎么觉得这好像是在说你呢 你说谁呢 我说亲家呀 刚才这个 他金姨说的这人有吗 有 在哪呢 我 我跟你说 他不是不想说 他是不改 老范 过来 小米烈 啊 跟你说人家的事让人自己解决 你跟下次还不上 爸 你起来 干啥呀爸 你是不是我爸 是啊 你是不是个男人 是啊 你是不是个汉子 是汉子 是汉子 你就冲上去 汉子 我不是不想说 你太优秀了 你太优秀了 又有财富 还长得漂亮 长得跟西游进的玉兔精似的 我就像那厨房里那绿豆瓶 我说出来 我怕你拒绝我 不是 你都没说你怎么知道我会拒绝你啊 就是我拒绝你 你也应该像个男的一样 切而不守的一锥到底嘛 兄姐 明白了 男人只要爱 就得一锥到底 作为男人 就得做一贴狗屁膏 沾上他 就让他接不下来 接下来 就得带下他一层皮 对 对 快点说呀 兄姐 对 快点说呀 教授 快点说呀 爸 快点说呀 爸 好 我说 爸 等会儿 拿上喇叭 大声说 你这么巧 我 赶紧 好了 这回烤腰子糊了 没事 跟腰子没关系了 爸 你大胆说 爸 你嫁给我吧 我本来不想这么直白的说 那你想怎么样 我可以配合你啊 我想跟你同唱一首歌 那就唱吧 音乐 我可以配合你啊 好 我好 好 我好 没想ака 我可以配合你啊 朋友 我因为你大胆 来 婆婆 我爱你呢 我爱你呢 好 我们祝天下的有情人 终成建筑